同兵地将必将遭到全面和彻底的失败 终于的国际照亮人类前行之路不断崛起 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 欢迎收看教书将看天下 这期的话题是 美国航母携带F35C来南海要做什么 最近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进入南海 并在9月5日6日出动舰载机开展了训练 他们此举想要做什么 其目的和动机是哪些 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下面我谈几点看法 第一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的新升级 卡尔文森号航母1982年开始服役 长度为332米 宽度41米 最大排水量超过9万吨 2020年8月 该航母完成了升级改造 卡尔文森号航母搭载了最新型的 F35C1型战机 第78支撑机中队的 MI602海鹰型支撑机 CVM22B型鱼鹰大型运输机 EA18G EA18G 咆哮者电子攻击机和 12D先进鹰眼预警机等 美国媒体报道 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 在8月28日 海和东海总面积的三倍 也是仅次于珊瑚海和阿拉伯海的世界第三大陆源海 南海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两亿为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 周围分布有巴士海峡 巴林堂海峡等 是沟通我国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战略要道 也是国家能源运输和贸易往来的生命线 可见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美国一直对南海虎视眈眈 这次卡尔文森号航母来南海 是近20年来首次驻访位于 横须贺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基地 美国对该航母战斗群战力的提升 及9月上旬的军演 我认为这既有虚张声势的宣传 也有针对中国的挑衅 还有不惜擦乡走火的嚣张 美国这样做的意图 我认为主要是 转移国内无法解决的疫情蔓延 经济下滑 社会动乱等矛盾 展示自身才能主导和决定亚太局势 给相关盟国和台独势力撑腰打气 同时也是进行航母载体与空战装备的协调性检验 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这绝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南海地区的战略态势 美国在南海这样做已经不是第一次 无论是过去的还是近期在这里进行军演 他们都没有达到震慑中国强化同盟的预期目标 美国就是把现役的12个航母战斗群都调过来 也不能保证在南海就能打赢 中国的综合国力 战争潜力和综合军力不容小觑 美国并不真正了解中国 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 中国绝不会妥协和让步 历史上是这样 今天当前和今后更是如此 第三美国此举影响巨大 美方作为南海的域外国家 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 在南海炫耀武力挑衅搅局 破坏亚太地区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 已经成为南海紧张局势的推手 所带来的威胁巨大 主要体现在 一是将进一步恶化地区军事紧张局势 并直接威胁到相关的国家安全 二是将进一步迫使印太国家增大军费投入 使疫情形势下的各国经济冰上加霜 三是将进一步恶化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而这是每个国家都不愿意看到发生的情况 第四坚决反击美国的肆意挑衅 中国不愿与任何国家为敌 但对于美国一再的军事挑衅 我们必须坚决回击 在外交上中国将加大对美国进行揭露和反制的力度 在力量上 中国将增强在相关战略方向上的军力部署 在军演上 中国将确定更具针对性的情况设置和应对战法 在技术上 中国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继续随时定位并锁定其精确位置 在行动上 中国将不断完善 对美机美舰进行警告 驱敌 直至将其击沉击落的作战方案和预案 美国海军频繁进入南海 证明他们才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 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者 我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我军势必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以坚强的意志和决心 以必胜的手段和能力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